兔小贝 成语故事 凿碧偷光 西汉时期有一个人叫匡衡 他出生在农民家庭 小时候家里很穷 没有钱供他上学 后来他跟一个亲戚学习认字 才有了看书的能力 宽衡勤奋好学很想读书 但是买不起书 只好四处借书来读 那个时候书是非常贵重的 有书的人不会轻易借书给别人 宽衡就在农忙的世界 给有钱的大户人家干活 主动不要工钱 只求主人让他看家中的全部书籍 过了几年 宽衡长大了 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他白天在地里干活 只能利用中午短暂的休息时间 看会儿书 到了晚上 虽然有时间看书了 但家里穷买不起蜡烛 看不了书 所以他通常要十天半个月 才能读完一卷书 宽衡很着急 怎么办呢 有一天晚上 宽衡躺在床上 背诵白天读过的书 背着背着 突然看到自家墙壁上 透过来一丝亮光 他猛地站起来 走到墙壁边一看 原来是邻居家里的烛光 从壁缝里透过来了 于是宽衡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拿了一把小刀 一点点把墙缝挖大 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些 凑着透进来的微弱烛光 宽衡每天晚上都能读书了 就这样 宽衡每日刻苦学习 后来终于成了西汉 有名的学者 凿壁偷光 原来的意思是 凿穿墙壁 借邻居的烛光读书 形容家境贫穷 但是读书刻苦 小朋友 宽衡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 都能勤奋读书 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